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C跳就可以把一些比較難吃到的果凍池乾淨 然後還可以快速的發動一些餅乾的特殊技能跟 寶物的能力這樣子 所以學起來一定是有好處的 然後剛好練習的這一關 很適合 對 我來示範給你們看 你正常跳躍是點兩下 二段跳的話 然後餅乾就會旋轉對不對 這是正常的二段跳 然後這一關會叫你 快速的按兩下跳躍 這樣是不是就會比較矮對不對 可是有些果凍可能剛好 在這一層底下之類的 或是一個一團的 可是 你這個高度還是吃不乾淨啊 就可以用C跳 就像畫面這個手指這樣子 兩根手指像大拇指跟食指之類的 一起點這個畫面一下 你看它是不是餅乾就在旋轉了 那這樣就已經完成二段跳了 它雖然這一關果凍沒有那麼矮 所以沒辦法吃乾淨 可是 很多地方其實用這樣是不錯的 就可以把 很難吃到的果凍吃乾淨 你看這樣就可以直接跳過二段 就是 二段跳的 有一個障礙物這樣子 對 那再來我去用技能給你們看 技能的部分我就來玩這個 西洋奇巧克力的挑戰 然後 西洋奇巧克力它技能就是 只要它能 呃... 技量調滿的時候 就可以透過二段跳去發動能力這樣子 所以 有一些地方是不是快點發動能力會比較好 然後 保護能力的部分 這個 糖果 糖果 小丑鞋是跳三次的時候就可以發動 一個實力的效果 然後 會有分數 那就來示範這兩個 它頭上這個 技量調滿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發動能力 就是二段跳 這樣就可以發動它的能力這樣子 可是你看 如果把手擺成C的形狀 然後同時點 兩個螢幕的地方 馬上就發動 只要一個跳躍的高度 就可以瞬間發動技能 我都不需要去 等它 反正就是降速度會比較快就對了 然後 如果你每次技能都這麼快的話 說不定 最後就可以多發動一次技能 因為它 二段跳是需要時間的嘛 你看這樣 亮馬上按 降屍就很快 這就是 C跳的好處啦 然後再來是這個 小丑鞋寶物 你看它發動能力的時候 我們會有這個 白色的圈圈 然後正常來說 我們就需要跳三次跳躍 就是這樣子 一二三 因為我看到它數字就減少一 然後我現在就有磁力的效果 可是呢 如果我先一個C跳加一個單跳 一跳就發動了 這樣是很快 一個C跳加一個單跳的是 單跳再一個C跳這樣也可以 就可以就是 嗯 少一點發動技能這樣子 對 這就是C跳的好處 然後像蛋糕捲這種 二段跳馬上發動技能的那種 也是可以用的 然後妖狐那種 需要二段跳去發動技能都蠻適合 你看它就是 頭上的藍色盡量調滿的時候 可以發動小技能對不對 這樣子 二段跳然後往下垂 可是呢 如果等下用C跳 你會發現速度超快的哦 你看 馬上發動 不需要任何延遲時間的那種感覺 在一些狹窄的地形好用 就不用這樣 二段然後才打這樣子 你看這樣 二段然後再打式這樣就很慢 然後你可能 你看醜物就用發動技能 這樣子就來不及 你看馬上這樣發動 超快 這就是 對 用那個C跳的好處 把手指擺成C然後 同時按左半邊這邊都可以 不用按在跳躍上面沒關係 就可能這一點跟這一點 同時擺成C 按下去就OK了 那第二個高級技巧 我要來講 鎖血尾跡 然後我怕有人不知道尾跡 所以 我先講一下尾跡的部分 尾跡的話就是 你只要餅乾體力快要耗完的時候對不對 然後你在 耗完之前進入你的技能空間 那算空間嗎 反正就是發動技能 就像是 用給你看 這樣子 是不是就進入這個技能的時間內的話 你就算體力現在是 歸零了你也不會倒下 你會把這個能量調好完之後 才會倒下 這就是 尾跡的部分 就是要在體力結束前 可以 進入技能 這樣就可以比別人 好多跑那段 技能期間的距離 然後跟發動技能的分數這樣子 所以呢 你看 鳳梨族這張圖 有這一組 就是蘇打冰沙加轉寵 然後配 奇異果二棒 這組可以跑876對不對 但是呢 如果你把其中一個寶物 換成會影響你奔跑距離的引擎 你只要其中一個換掉這個 你的分數可能就剩下7億或是6億分而已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 你帶這個引擎之後 你可能把鳳梨族這張圖啊 前面的 因為你都帶一個引擎隊 你把 四關藥水全部都吃掉了 然後呢 你吃那一瓶藥水 蘇打冰沙他沒辦法多一次技能 因為你只是吃一關藥水之後補40體力而已 可是他發動技能可能需要比40體力還要更多 所以你給他吃等於說 他只是平平就是 普通的跑過去而已 然後呢 你還把那個二棒 就是奇異果需要的那兩瓶藥水 其中一瓶吃掉 所以奇異果剩下一瓶 所以他也沒辦法危機 然後你整個組合就會爛掉這樣子 這就是危機的部分 所以 組合上面 你只要看到那種沒有帶引擎的 千萬你就不要帶引擎 像這個就沒有引擎就不要帶 你只要帶了 他可能那個 白糖天后就把那個 第四瓶藥水吃掉 或是第五瓶都吃掉了 全部吃掉 那你要叫那個二棒 月兔餅乾怎麼危機對不對 那就不可能 所以結果分數會比較低 這是危機的部分 那再來是鎖血 鎖血的話我就會去 我剛好找到一張圖可以 剛好鎖血的 就是逃速團這個 練習 練習最後一張圖這個 鎖血的話 就是 餅乾 你就算體力沒了 就是 到最後一滴血了 可是 你卻忍 不是忍 你餅乾還在空中 你可能一段跳 或是二段跳 你還在空中 就算你血量結束了 你也不會瞬間掉在地板上死掉對不對 可是那段時間 你的技能冷卻時間還在繼續計算 你只要撐到技能冷卻時間剛好到了 你發動技能 這就是 就可以發動技能對不對 然後你就可以 可以像我剛說的有尾跡成功 這就是鎖血尾跡 所以 你不管是在空中 跳二段跳 或者是 吊坑啊 然後慢慢在底下跳二段跳 不要在 可以落地的地方落地的話 你就可以 鎖血尾跡這樣子 那我們先用這一組 然後 沒有成功鎖血尾跡的給你們看 然後再跑一次 有成功鎖血尾跡的分數給你們看 這樣子 而且像這個跳二段他的技能期間是蠻久的啦 然後分數也很高 所以 如果有成功鎖血尾跡真的是分數差很多 那我就真的是順跑然後 快速快轉 對 等一下再來看結果 OK 你看我跑到這邊是不是體力快結束了 可是他的技能冷卻時間也快到了 就是快發動技能 然後如果我直接順跑之後 給你們看我會分數多少 直接順跑走過去 雖然這邊有藥水 你看 我直接走過去是不是 只有拿到288 好 那我再跑一次 然後有成功危機給你們看 OK 一樣跑到這邊然後分數也差不多對不對 然後我等一下 體力剩最後一個的時候我就會二段跳 在空中完成鎖血 雖然那邊有瓶藥水有點作弊啊 可是 反正就是 你在空中的時候是不會倒一下的 然後 你就會發動技能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分數 變很高 對 12 你看 這樣吃到藥水之後 我是不是就發生危機了 可是你看我剛剛如果直接順順的走過去 那體力就已經沒了 就會倒一下 就會沒有鎖血 就會 直接倒一下 對 就會沒有分數 你看剛剛是不是只有284 然後你看現在已經跑到 就這樣子了 那你看 最後 技能結束的時候我其實已經倒下了 可是 我在空中繼續跳的話 就是繼續 鎖血 啊如果這邊剛好又有一瓶藥水 我把它吃掉 我是不是又可以繼續跑 這又是鎖血的魅力這樣子 對 所以這中是跑到374 對 這就是鎖血危機的部分 再來第三個高級技巧法來講 坑洞救出的部分 你知道普通坑洞救出就是 你掉坑的時候 所以就會先消耗一定的體力 然後他就會問你說 你要不要青蟲物讓你救起來 然後 救起來也會 消耗剛剛的體力嘛對不對 可是呢 如果你的魔法 魔法糖5顆的話 像檸檬的5顆 然後你看這個列表 它有這個坑洞救出的話 你只要洗掉這兩個其中一個 就是兩次或一次 然後你掉坑的時候 就不會消耗體力 可是 它還會把你救起來 自動救起來 然後呢 就是坑洞救出的時候 會有一些特殊的機制 就是 像是 救起來的時候 餅乾跟寵物的技能冷卻時間 不會繼續計算嘛 你除非你已經落地了 就是 它把你救起來的時候 才會繼續計算 對 我來示範一次 一樣 跑這張圖 然後寵物的冷卻時間 你可以看這個底下的 這個 你看 它發動之後就會馬上繼續計算冷卻 然後你看 找個地方掉坑 這邊不太好掉 這個 這邊掉好了 你看喔 寵物的冷卻時間到這裡 然後如果有掉坑的時候 你看它是不是停了 都不會動 這是第一個特性 然後加上第二個特性是 你如果你在 剛剛教的鎖血那邊 就是最後你體力剩下一滴的時候 你掉下去的時候 它怕你拉起來的那一段時間 都不會倒下 除非你 拉起來之後 落地了 對 所以你還可以 就是 救出坑洞 我來示範一次 嗯 這邊 拉起來的時候再 一、二 你可以這樣再多跳兩下 才會倒下 這也是剛剛的 所寫 危機的其中一部分 這樣子 所以這個 坑洞救出很重要 然後 因為它可以影響 像 檸檬這一組的話 它可以影響寵物的點位 然後它如果 可能在障礙物很多地方發動 就是 送給你一個 衝刺的話 就是檸檬就可以破壞很多障礙物 這樣 分數就會比較高 那一樣 我用檸檬的這一組 跑兩場 其中一場 就是這場 我就完全飆掉坑 然後不會去影響 寵物的技能點位 然後就看一下分數如何 然後再跑一場 有 大佬研究的 吊坑位置 就是 最佳吊坑位置的那種 分數 這樣就會知道說 魔法螃蟹 救出坑洞 有沒有 有多麼重要 這樣子 它當然不是每一支餅乾 或者是 每張土都需要去吊坑 有些地方就不用吊 然後像 草豬團的 藥草那種 其實都滿需要吊坑去影響 技能點位的 不一定是寵物 餅乾也有很重要的地方 這樣子 好 那我就直接快轉 OK 看跑完的時候是 660.288 就是 一棒 檸檬跑完的分數 完全沒有掉坑 然後我去 掉一次坑 看看 分數變多少 那這場我就是 會 前面先掉一坑 然後 最後面再 鎖血掉一坑 然後給你們看 它的 分數差距 就會知道它的重要性 你看這邊已經跑到663了 已經比剛剛的660還要高分 所以真是 差很多 然後我等一下會 鎖血掉坑給你們看 就是剛剛鎖的 你看我這邊是已經沒有體力了對不對 可是我要直接走下去 然後卻還可以繼續跑 然後我就慢慢跳兩下 然後 還可以發動無敵的舊坑 然後它不會倒下 然後最後再跳兩下 像是就可以跑很遠 你看像是都還在跑 然後再12 你看 我距離高這麼多 然後 最終分數變成703 這就是舊坑的 重點 對 就是今天第三個高級技巧這樣子 最後再補充一下 吊坑的另外一個點吧 我剛剛是說吊坑的時候會 停止 就是餅乾的冷卻時間計算對不對 所以像這個啊 唐玻璃它 技能冷卻時間 很長 然後 技能發動時間更長 所以說 如果它在 就是最後一次技能的時候 體力可能還剩下 四分之一跳 可是你發動技能完之後 它還是把體力耗完 你就馬上倒下的話 那是不是在 發動技能前就是剩下四分之一跳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掉坑 雖然掉坑都扣血 然後 可是你卻可以 因為 它暫停了冷卻時間計算 所以 多跑了 救出坑洞的這段距離 這樣是不是就會比較高分 那如果它剛好可以掉兩坑 然後再發動技能的話 你是不是就比別人多兩坑的距離 這樣分數一定會比別人高很多 對 這就是 救出坑洞的另外一個應用這樣子 好啦 那今天三個高級技巧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訂閱按讚跟分享 那就下次見囉 掰掰